大家好我是李清芳 我今天要講的是電腦作業的第20題 這題是計算護感 他說有兩個環狀線圈 分別是半徑12公分和半徑6公分 那半徑12公分這個是在Z等於0的平面上 半徑6公分是在Z等於30的平面上 那這題題目要求的就是我們要計算出它的電感值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電感值的公式呢 等於N5除以I 那在這邊我們知道它只有一圈所以N等於1 然後我們假設它上面的電流是1A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電感值就會等於phi 那phi也就是磁通量 因此我們只需要計算它上面的磁通量 那這個磁通量要怎麼計算呢 首先我們先專注在這個小線圈上面 當我要計算它的磁通量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裡面的面積切成m個環 那對於每一個環上面呢 我可以取 假設在這個環上我取一個p點 那我們就計算這個大線圈 在這個p點上作用的磁場是多少 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大線圈呢 切成n等分 那每一段都是ds 那我們透過比歐沙發定位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一小段 對於p點上面所做的磁場呢 就會是4π分之μ0乘上r3分之i乘上 比歐沙發 Rob 那 接下來 當我計算好大線圈在p點上所產生的磁場之後 我們可以根據對稱性得知 在這個藍色的這一圈上面 它的磁場都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計算p點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計算在這一圈上面的磁通量 也就是这个磁场去乘上它的面积 那我们就计算它的面积 然后呢得到磁通量以后 我们再把这M圈的磁通量全部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小线圈的磁通量 同理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计算大线圈上的磁通量 所以有了磁通量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电感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程式的部分 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我用大写和小写来区别两个线圈 所有大写开头的字就代表是大线圈的 小写开头的字就代表是小线圈的 像这个flux代表是磁通量 那大小就是半径 首先呢这边我们先有个M和N 我们把一个线圈N切成M圈 那我们在上面找到P点的位置 P点的位置呢就会是 这一圈的半径 然后X图标是这一圈的半径 Y图标跟Z座标我们就取为0 因为N在大线圈上 Z座标是0 小线圈上Z座标就会是0.3 那高度是30公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计算它的电场 电场的计算方式就是我们把另外一个线圈切成N等份 那切成N等份的时候呢 这个上面就会有个Ds 那Ds对于这个P点所造成的磁场 就在这里计算 首先呢我们先订一下我们会有一个θ还有一个R 那θ是什么呢 θ就是这个这个夹角 那这个夹角的话就会 就会是因为我切成N等份嘛 所以每次每次就会增加2π除以N这么多 那就看增加几次 OK 然后Ds这个 这一小段的坐标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 cosθ 而Rcosθ Rθ 然后小线圈的话就在0.3 大线圈就在0 OK 那RR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这个Ds和这个P点的距离 我们就叫R 好那接下来这里就是比欧沙发定义的部分 好 我们这边先把常数的部分都先省略 最后再一起去乘上常数 因此我这边只考虑的是 呃 这个部分 我这边只考虑这里 然后因为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就是用Ds Ds的长度呢 就会是 因为它是整个线圈的长度去除以N 分成N等份嘛 所以每一份就N分之一 然后呢乘上它的方向是 -θθcosθ0 然后 去和 呃 RR的 单位向量去外积 再除以 RR的长度平方 那小的线圈 呃小的线圈上面只想是这样的计算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乘它的常数 可以知道前面常数有什么 4π分之μ0 然后I 那因为 我们知道这里IOS给定1 所以就不用管它 然后 4π分之μ0 μ0等于4π常常时的负7次方 因此这个4π就约掉 那这边就只需要乘上10的负7次 好 有了磁场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磁通量 磁通量呢就是这个环状面积去乘上它的磁场 环状面积要怎么计算呢 当这个环是非常窄的时候 之后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2πR底R 所以就是2π 然后R就是这一圈的半径 底R就是 嗯 这一圈的宽度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 磁通量 然后就把它全部 在m圈全部加起来 最后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印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磁通量 就会等于它的电感值 那两者应该是非常相近的 好 可以看到这里 大线圈的磁通量和小线圈的磁通量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非常合理 那这题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